歡迎大家到總統府 今天在座的貴賓 都是產業界的精英領袖 我除了要恭喜大家獲獎 也要謝謝企業經理協進會 對臺灣產業發展的付出 今年是協進會成立 60 週年 過去的一甲子以來 各位夥伴積極協助企業以及經理人 追求卓越不但創新 也讓臺灣的產業更有競爭力 這幾年來政府跟企業 我們一起努力克服了疫情的挑戰 現在全球的疫情趨緩 我們也逐步放寬防疫措施 希望商業活動盡快復甦 讓臺灣的經濟持續穩健成長 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們有很多產業以及中小企業 都需要協助 所以我們也規劃了 透過疫後特別預算 提供貸款以及利息補助 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盡快地恢復他們的元氣跟他們的營業 同時我們也會持續地協助產業轉型升級 過去這幾個禮拜 我也陸續參訪了台北彰化跟基隆的產業 跟廠商朋友能夠坐下來談一談 看看接下來我們可以如何進一步地協助我們的產業 為產業能夠做得更多 尤其是現在世界各國都努力邁向淨林轉型 我們也加緊腳步 持續推進國內轉型進程 讓產業更符合國際供應鏈的要求 提升整體的競爭力 去年我們公布轉型的路徑圖 也在今年1月完成了 我們氣候變遷因應法的立法 我們將採分階段的徵收碳費 我們也會把公正轉型的概念入法 規劃以先大後小 以大代小的模式 盡可能的降低對中小企業的衝擊 也讓減碳成為國內產業升級 和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現在國際經濟情勢變化的速度很快 臺灣要面對的挑戰也很多 未來政府會繼續支持我們的中小企業 繼續當產業的後盾 也要請大家跟政府一起來努力 我們一起把握以後的復甦的機會 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來到總統府 謝謝